八宝鲑鱼 八宝鲑鱼用料 鲑鱼一条 熟鸡肉末五十克虾肉末七十五克干贝末熟火腿末二十五克 水发香菇末二十五克鲜馍末二十五克冬笋末二十五克马蹄末二十五克 葱姜末 葱姜汁五克 葱姜汁五克 葱姜汁二十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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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酒十五克 醋十克 葱姜汁五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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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 заяв 把鱼尾中间的骨头去掉 把鱼头从鱼下巴展开 一道裂口 敲成扁形 鱼中段取下鱼肉 片去多鱼的部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把鱼肉皮铲掉 将鱼肉片开成荷包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将鱼头鱼尾和鱼肉一起放在盆内 加入葱姜水 酱油 料酒 醋 醋 精盐 味精 拌匀 拌匀备用 炒锅内放油 加入葱姜末 放入香菇等配料 进行煸炒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炒锅 味精 酱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湿淀粉勾芡 淋入麻油 搅拌均匀 装盘待用 将腌好的鱼肉放在菜堆上 把调好的馅放在鱼肉上 然后将鱼肉两面包起 并且在两面鱼肉上抹上蛋糊 然后粘上面包蟹 再将鱼头鱼尾也沾上蛋糊 粘满面包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油锅上火 烧至五成热食 先把鱼身放到锅里炸 炸熟后捞出 将油沥净 将炸好的鱼身切成1.5厘米宽的条状 摆入点缀好的盘中 然后将炸好的鱼头和鱼尾摆上 这道菜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是 外香脆 里鲜嫩 行饱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儿 里面 第三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